哈囉 老星 今天就來講我們的植物大戰殭屍喔 昨天在我們結尾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是玩到了水晶寶石的關卡 這關打完之後才可以去打BOSS啦 這關最重點的就是你如果要用發水晶那棵植物的話 你就必須要種多一點的能量的東西啦 就是還蠻有趣的一個設定欸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耗費能量去射擊的東西 我一開始就是射太爽了 你知道嗎 真的是射太爽了喔 我們這邊先讓這隻緩速 反正第一隻的殭屍的話 大家都可以用這個緩速的方法 先讓它緩速之後比較慢 那我們就是不會那麼快進到下一個階段的概念 跟我們貓戰一樣就是碰塔啦 不要太早碰基本上就比較沒有那麼大的事情這樣子喔 那我們這邊儘可能就是先來種多一點香菇 待會我們就火水晶開炸好不好 水晶開炸 待會就瘋狂水晶開炸這樣子 前面這邊可以先種一下我們的 榴槤什麼之類的 好不好 先來保護一下自己 保護自己 保護別人 那香菇基本上它會慢慢的成長啦 所以你只要讓它先種起來慢慢的長大的話 它就會產出更高的一個費用 它可能一開始的那個費用沒有像我們 就是那個花花產了那麼多 但是它後來的話一定會很多這樣子 然後先射一下 這個水晶其實真的好像是一下一隻欸 其實還蠻爽的說真的喔 那它基本上一發的話是非常非常 不知道貴不貴 反正就是這樣先種多一點 我覺得這棵植物真的還蠻有趣的 一級必殺 但它沒有辦法就是打那個 沒有辦法打那個什麼 沒有辦法打我們就是那個誰啊 打我們的就是那個金蟬的殭屍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大家還是要小心一點點 金蟬的殭屍還是要用另外一個方法解決喔 好我們先把這個都先種完之後的話 我們後面就是可以再看一下該怎麼辦 反正喔唉唷唉唷唉唷來了來了來了 先射爆 這個是我們射爆時間 先射爆了然後下面直接架起來 那就算了沒關係不理它 你看基本上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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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邊其實像蜻蜓這種的話基本上算是 兩個那個兩滴血啦 所以你按比較多下這樣子可以可以 可以你看看這隻真的是超省的 但是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需要耗費比較大一個血 就是需要耗費比較大多的能量 那能量一開始沒有種完的話 你可能就會比較辛苦一點點 但是這邊的話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不好我們直接種起來 ok吧 種起來 可以你看我們其實這邊 後面種多一點這個我們就還蠻輕鬆的喔 你看我們就一直瘋狂連點就好了 然後遇到我們那個金鏟子就青蛙 青蛙出擊 吃吃 青蛙吃吃 開吃開吃開吃 開吃開吃 ok四面八方都咬 完了完了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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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幫我亂咬亂咬 青蛙青蛙 亂翻亂翻了 再來一隻青蛙 咬 好 然後我們現在就可以 肆無忌待的 喔喔它全部燒掉了 現在可以肆無忌待的那個了 哇哇你們是 那個老婆是不是你們派來的啊 他覺得我種的很醜 然後他就把我那個全部燒掉這樣子有沒有 他覺得我種的很醜就把我全部燒掉 這個水晶花花真的還蠻好玩的欸說真的 你下去啦你下去 給大家好看一點點好不好 給大家好看一點點 你看有沒有就這樣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然後你可以拿到超多的那個費用 然後一下一隻這樣子 欸這個植物還算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玩的欸 算是一個比較 驚奇的東西啦好不好 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但是他應該也是要錢的那個 要錢的一隻植物吧好不好 你就可以用你的能量換成就是攻擊 那面對我們前排這種角色的話 應該就是打比較輕鬆一點點喔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打我們的遺落的都市的 最後一關博士啦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我們來看看喔 boss這邊的話呢 來了來了 那裡面的話通常不會讓我們用那些 就是我們剛遇到的那些花錢的植物啊 你可能就是要用一些你本來就有的喔 那boss關卡的話上次打的那個冰凍長矛相 其實感覺沒有那麼的可怕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這一次 唉唷 這一次是有那個欸 是我們各種地板的欸 那這個更麻煩了 因為他如果他這個地板的話 我們應該就會被弄爆了好不好 就會不是那麼的好打這樣感覺喔 I and my zombie have already done best our fight to the emblemet jordan of the missing and the misland we will push and you will push ok 來看一下哈 這次派出的是什麼東西 吼吊船是不是 好像是飛船的概念喔好不好 一台飛船車 然後現在來說的話 應該可能要用一些我們那個 只不過我覺得應該沒辦法種太那個欸 我們可以先上燒他嗎 好像也沒辦法喔 他會直接那個欸 所以他蠻機車的 那我們其實會還蠻麻煩的欸 我覺得我們其實不會很輕鬆欸 因為他這樣子的話 我們其實會被搞很多欸 他只要就是隨便用我們那個就好啦 對我們現在還沒辦法射到他 你看他會直接那個 他會直接就是 弄那個就是錢袋然後炸在那個上面 那我們就會很悲慘好不好 我們就會很悲慘 好 這個 但是現在來說的話 我們的那個 金鏟子這邊的話 哇哇哇哇我覺得也是蠻尷尬的 他要開挖了 喔你這個 你這個是不是可以直接 弄爆我們啊 弄爆了弄爆我們弄爆他了 然後盡可能再疊多一點吧 射擊射擊 那這關的話應該就是 他在哪裡我們就把植物射到哪裡 然後趕快打他吧 喔喔完了完了那邊直接被燒爆 這是一個不好的預測 菜問是可以在這邊嗎 對對對 我覺得菜問是關鍵欸 菜問要這邊一直瘋狂打他 做一波輸出這樣子 我覺得還行 然後 不知道他趕快吃到我們緩速效果欸 喔這邊好像太近了 沒辦法放這樣子 下面這邊都直接被弄爆了 但是應該還是ok的 反正石虎給的還蠻多的 就這樣 我覺得這關的話跟長褒相比的話 我覺得這關應該稍微 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殭屍的那個量很多 而且也沒有說非常減 完了完了我拍錯了 我居然拍這個來打那個就是 雨傘殭屍 來來來燒爆燒爆 燒爆就比較麻煩一點點啦好不好 燒爆 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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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nice 這關真的是比較麻煩一點點 你看看我們可以趁這階段趕快 start他 他是不是已經 他這個時候是不是掛了 對不對他應該是剛剛休息狀態是不是 那你完蛋啦 噴死他 噴他 噴掉他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我們先你看 我這樣其實 也是隱隱約約有讓大家看到有沒有 對稱的那個局面欸有沒有 我有很努力在對稱欸 我覺得這關的話基本上就是靠菜問這樣 近距離打他吧 你看他現在也沒有辦法做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欸 你丟好一點喔 不要丟太晚了 死定 要全部燒掉 QQ 但沒關係沒關係我們這邊還有 喔唷 這邊先放一個好了 然後留言放這邊 反正菜問的話我覺得在這關很關鍵欸 你直接就是讓菜問在他的那個面前一直揮拳一直揮拳 他基本上應該就會比較 比較可憐一點點好不好 應該是ok的 來來來來來來 種起來種起來 我們現在還行還行好不好 尤其是 如果我們又拿到菜問的話那更好 我們直接用菜問來做一波攻擊 哇唷 下面直接那個欸 喔他現在壞掉狀態壞掉狀態 他壞掉了壞掉了 壞掉狀態了 就可以開大腳轟他啊 喔完了 他來不及他跑走了 欸轟到轟到 快快轟爆他轟爆他 我覺得我們現在比較可憐的是沒有 欸喔 榴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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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關的話跟我們之前那個長毛巷比起來的話這關真的是稍微比較偏 偏需要去做一些事情那種感覺喔 應該是可以把他弄死了 死吧大招 再見了飛船 拜 他去哪裏了他去上面了哇 他放了一套殭屍過來了 等一下喔 是不是還想用老婆來打我們啊 跟你講你來不及啦 哇他燒掉他燒掉了 那他過來應該就爆了好不好 他要爆了我們這邊一大堆子彈在弄他 欸怎麼沒有死他壓血是不是 欸他壓血喔 他怎麼死不了 欸他怎麼死不了他壓血欸 哇哇哇你也是很厲害 大招喔死了爆了爆了爆了 這關的話我覺得還行欸就是 他跟上次長毛巷比起來的話我覺得他會比長毛巷厲害 而且重點他是會在後面點火的喔 這個蠻有趣的 歐雷迪斯克勒安德斯丁納塔克勒 The Sermon will not be coming user dev 水啦又解決掉一隻了 My discovery remains until the taco is still unfounded And your brain will creatively one day be mine 水啦好不好打贏了打贏了 那接下來要去哪一張呢我就不太知道了好不好 下一次的話就可以進到我們的下一個章節的故事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好不好 然後我們這邊又取得一個 超級稀奇古代一個奪寶人的這個殭屍的這個獎盃吧 也是 蠻有趣的好不好 那目前今天的話跟大家看到就是我們 就是前面關卡是我們那個水晶的那個植物 但水晶植物我覺得真的還算是蠻好玩 只是他要耗費我們能量的話稍微會比較 貴一點點喔 然後BOSS這邊也是很有趣啊 就是其實也還好不會說太難打 你可以把那個榴槤啊跟我們菜味就是放在他那個 飛船底下的話 基本上他就會吃到非常非常多的一點點攻擊 這樣感覺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啦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前往我們下一個都市啦好不好 那 為止曲片段來見囉 大家掰掰~~